今天愛玩牛要帶大家去看的就是4月份才正式開幕的無印良品旗艦店 超級大一家的 從一樓一路到六樓 同時呢 上面還有無印良品Hotel喔 我們趕快去看看吧 一走進無印良品的一樓 哇 這裡的零食真的是我看過最多的 很多都是台灣沒有賣的喔 這邊還有做現打果汁 你看我手上這兩邊就是剛剛打出來的果汁 它還有調配茶工坊 茶種類選擇也很多 另外呢 它這邊還有一個便當布啦 如果你想要換一袋便當回家也是OK的喔 在四樓有無印的刺繡工坊 你可以先買無印的包包等等的一些布料品 來到這裡選擇自己想要的花樣 就可以把你喜歡的圖案刺在你的包包上面喔 哇 旗艦店真的不是叫假的耶 你看它的家具居然有一整層 像是床單啊 床墊啊 都是拿自己推薦大家一定要來逛逛的 那另外呢 它也可以幫你訂製你想要的家具喔 我們現在帶大家來到六樓 這裡呢 其實是一個藝文展覽空間 然後同時它也有提供咖啡廳 讓大家坐在這裡喝茶 並且看個書 休息一下 那同時呢 它在這邊也是MUJI HOTEL的入口 我們趕快去看看MUJI HOTEL吧 我們現在來到的就是無印良品迷最想入住的飯店 MUJI HOTEL GINZA店 可以看到一進來它全部都是用木造材質打造的 所以給人一種很像小木的感覺 另外呢 它可以一般飯店最不一樣的 就是它房間裡面用的 你看到的 幾乎都是無印良品的家具喔 你可以看到 無印良品的請具 還有無印良品的桌子等等的都是無印良品 那如果呢 你是無印控的話 一定要來這裡住住喔 哇 這次是大家看過最大一家的無印良品店 而且它裡面的品項非常齊全 種類呢 當然也是最豐富的啊 你來到這裡呢 絕對讓你流連忘返 而且超級寸敗的 它除了一到六樓之外 它還有B1 然後有賣一些餐點 那如果你是無印良品控的話 一定要來這裡朝聖喔 今天愛玩妞就在這裡結束 掰掰